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个法叫做精进根 精进根 精进根就是我们在信根之后 我们不能停下来 我们知道我有正行是持民 那既然正行是持民 就是我们要这一辈子终身行之 所以善导大师跟我们说 什么叫做真正念佛人呢 叫做上进一行下自持念 这变异很重要 因为有一个人是这样 正正经头说 两十三米度分乃自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所以我平常是都不用念 我就等到你命中 等十三 请问各位父亲会生吗 没有一定会 我们如果平常都不念 就等灵命中那十生 因为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内心里面 能够升起一个定的功夫 能够对极乐世界升起一个好要心 我们不要求你真的一心不乱 真的能够入到三昧的境界 但是你至少那十生要念得出来 那你说没有 师父我 我灵命中的时候 我天天堂堂堂 还是说 你兄弟 尤其靠着菩萨 你如果做人打架的 你自分之际 我都替我的媳妇 你灵命中的时候 你不要给我做念 他偏偏那时候给你走出来 那时候要怎样 你就灵不了了 所以我们要练习 为什么平常要念佛 平常念佛的时候 不是每一天都这么如意 这么顺心 这么快乐 各位菩萨 苏佛世界 什么叫苏佛 苏佛是堪忍的意思 堪忍 什么叫堪忍 勉强国的堂忍 所以我们苏佛世界 苦多热少 但是不是没有快乐 所以我们快要到极点的时候 哎呦 这痛苦的时候 给你一点快乐 你又忘记休息了 然后再痛苦起来了 然后你又很认真了 再给你一点快乐 忘记休息了 堪忍 所以我们平常的日子里面 不是每一天都是快乐的 不是每一天都顺心如意的 但是我们就要保持自己要有定刻 天天要有定刻 所以 所以以前在 某一个当地 第一天去的时候 问说 请问每天有开15分钟 用15分钟 阿弥陀佛的车给他手 结果第一天去的时候 只有四个 说一年啊 八 一年的时间只增加了四个 就知道说这个法门不容易啊 所以来自乎现在调查一下 在座位菩萨 请问每天有开15分钟 有用十个分钟 聊阿弥陀佛的车给他手 一的 两的 好 请放下 那其他的菩萨 你们有要往生吗 但是有要往生哦 车每天要花时间呢 要用自己的时间呢 要用自己的时间去聊阿弥陀佛的 甚至有一次 师傅在台南的道场就说 我没有要求很多了 在一时起来 如果阿弥陀佛的车给他担心啊 按时要睡前 阿弥陀佛的车给他担心啊 这是最简单的功课 后一回来就问 请问有点好吗 没有 所以就知道念佛不容易哦 所以我们讲精进跟 有时候我们想说 我要多勇猛精进 不用勇猛精进 能够细水长流 能够做到 善导大师说的 上进一行 下至实念 这就是我们念佛法们的 最大的精进 上进一行 就是从今开始 阿弥陀佛说 我要去教育世界开始 我每天 在时要担心 晚上要担心 还是说每天 十五分钟了 阿弥陀佛 但是能够维持到 灵命中的那一刻 上进一行 这就是进佛法们 最大的精进 有时候我们觉得说 我们是要做多少的佛事吗 有些菩萨 他这样也很好啊 我发愿点十万盏灯 我发愿共十万杯水 我发愿拜十万拜 很好 师父觉得这样很好 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动力 也是一个目标 但是我们常常见到什么 我发心要修四加行 我一定要拜满十万拜 然后第一天拜了三百拜 第二天拜了两百拜 第三天拜了一百拜 一个星期之后 不然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星期之后 整个星期就好了 然后之后四加行的功课本上 永远都只有一开始的三百两百一百 然后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常常知道说 娑婆世界的众生 我们说勇猛精进 内心的动力是好的 但是做不太到 所以我们要定合理范围的功课 这很重要 再说一遍 合理范围的功课 因为有些菩萨跟我说 师父功课很多 天天做不完 天天压力很大 我说那就是功课太多 我们要把功课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要合理范围 所以简超花蒙 我们还是那句话 不是要你要念多少佛 你如果说我真的很发心 昼夜十万身欧弥陀佛 做得到 做得到 你只要十三个小时 就可以念得起来了 十万身的欧弥陀佛 但是呢 这个是加工用后的 偶尔可以 偶一行之可以 你不能说我每天都要十万身欧弥陀佛 你念一周后你压力很大 再一周后你可能会高血压 为什么 因为你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要合理范围的功课 我们不是要求很多 不然每天半小时 每天十五分钟 每天早上时升 晚上时升 但是呢 我们细水长流 念到灵命中的那一刻 所以我们叫做 这个是我们的策务大师讲的 叫做 弥陀口口称 白好念念想 此此不退心 决定生安养 最重要 弥陀口口称 我们一句一句的欧弥陀佛念出来 不是只有念 我们要观醒欧弥陀佛 欧弥陀佛的庄严相 欧弥陀佛的庄严相 基督世界的庄严相 那时呢 我们如果知道 观无量寿佛心 观欧弥陀佛要先观哪里呢 观欧弥陀佛的每一间白好相 你要观想欧弥陀佛呢 你不是说 我临陀佛的欧弥陀佛在头前 我就这样看 那不是观 那不是观想 那不是观想 我们要观想 要只能把注意力 先放在欧弥陀佛的每一间白好相 然后呢 白好念念想 我们一边念佛 一边想佛 持此不退心 这就讲了 持此不退心 不要退转的话 决定生安养 所以我们要这样想 我们 净土法我们的精进就是不退心 念佛 念念不退 所以有什么 净土五经里面 普香恨远品跟我们说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念念相续 你说不可能啊 我还是要吃饭啊 我晚上也要吃饭啊 那是我要煮饭啊 那是有家里的事情要做啊 那没关系啊 念念相续 我们记得每天要有功课 要有定课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相续 相续 然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提起念佛的正念 这是精进根 第三 念正道 极诸 诸道 善法 更无他念 明 念根 念根 所以说呢 我们什么叫念根 念根 在大士智菩萨念佛原通章讲 什么叫念呢 念如染相忍 身有相细 此则明曰 相光庄严 什么叫相光庄严 所以说 像在做香的人 做香的人 他每天在做香 他怕出气的时候 没这位菩萨你没香水啊 没呢 为什么你心哭泡泡 平常就在做香啊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要有念佛人的气质 要有念佛人的威仪 念佛人的威仪是什么 念佛人的威仪跟其他宗派不一样 比如说 你若是学禅的 有没有看到禅宗的人 有些灵迹中的人 就是看起来就是我是学禅的 天台的很会讲经 那什么叫念佛人的威仪啊 他不管做什么都会想到其他世界啊 所以他痛苦的时候 我没关系 三部世界是僵持的 我有极乐世界的党器 念佛人成就 他快乐的时候 我没关系 三部世界的快乐僵持的 我极乐世界的快乐更要紧 我们念念要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就是要培养极乐世界的动力 深有香气 所以同样的啊 在廉诚那诗的竹窗随笔 有另外一则故事啊 还要讲诗诗 因为我们在座的菩萨都有学过 诗诗给恶鬼造众生的法门嘛 乃至会做焉供嘛 那诗诗的话也很重要啊 尤其啊 师父看到很多 很多人都说做诗诗 做一做之后 有鬼神的问题 就说 哎呀 师父啊 那做事是完清这一座的队 那是让我去忘卜做事 是有很多众星来队 这可能是个人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不思实物是好事啊 我们念咒语诗诗是好事啊 为什么做一做还是障碍很多 那有人说 鬼神没遭遇 鬼神没遭遇 我看你就没遭遇 为什么呢 廉诗那诗 他在竹窗随笔有个故事讲说 诗诗一法 所谓语且者 手结印 口诵咒 心作观 三叶相应 所以我们讲放厌口放厌口 它全名叫余且厌口 不管你今天放蒙山 放厌口 做水入 做施食 做冤贡 一样的道理 都在布施食物给众生 那三叶要相应 熟要结熟印 所以熟印要准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手印都藏起来 不让你们看 为什么 不是说食物你们有秘密 不是 是因为在真言中的传承 手印呢 你要找你的阿舌离学 要找你的阿舌离学 不是说今天看食物这样闭 我就回去开始闭起来 闭得到 不就不知道 反正我就想要闭嘛 有什么 因为本来我不能闭 我不能闭 我怎么会闭 我怎么会闭 我有动作 然后做起来 我们在场如果十个人失识 十个人的手印通通不一样 有对的有不对的 到底是对还不对 不知道 所以手结印 口诵咒 心作观 这个叫三密相应 三密相应 才称作诗食的法门 所以廉诚教师说 诗食法门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廉诚教师又说 今印咒未必经 而旷观立乎 则不相应以 不相应则不为不能立身 而亦或反制害己 他不是说跟你不要闭嘴 他不是说你要闭嘴 他不是说你要闭嘴 印咒 印就是我们的手印 咒就是我们的真言 都要精准 而如果不会呢 不会没关系 不会的话 三密相应 如果我们没办法做到 你就一密就好 这个是真言中的讲法 你三密没办法做到 你至少嘴巴要念得准 那怎么叫念得准 真言要念得够 所以有些人我看外面 就是有些读书 做事实 摆很多东西 便是有三遍 我就觉得很厉害 我们都知道 我们自己观想力不一定很纯熟 所以我们透过真言多念几遍 我们很虔诚 我们观想力不纯熟 我们知道很虔诚 现在不是 现在是我东西白很多 然后呢 我内心不一定有前程恭敬的心 所以呢 既然这样呢 你的观想力量也不足 你虔诚的力量也不足 你虔诚的力量也不足 你的手印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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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定可以帮助到重心吗 这是莲齐纳森说的 所以他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伊大石榴 就是云七四 有一个师傅 拍拼得很严重 他说呢 那个晚上的时候呢 刚刚在做时事 做时事的时候呢 那个拍拼的师傅呢 在标榜里面里面 就把他照顾他的人说 哎呦 我才知道 拍拼得很严重 那时候呢 就感觉有鬼啊 有鬼把我拖出去 说去吃东西 有鬼窃我同出就食 就是他人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呢 就好像茫茫苗苗的时候 有鬼就牵他去吃东西 结果这个时候呢 还没到的时候 前一批鬼就是说 今天这个法师不成 无备空返 必有以报之 今天主法这个四十的法师 他的肩膳都不够 所以那些鬼吃没 吃没了 那些鬼就很熟悉了 这个时候那些鬼啊 就要报复台上那个主法的 失死的法师 结果这个出家人啊 在茫茫苗苗苗一样的话出来 哎呀 那些鬼就散开了 鬼散开了 他就把这些东西说出来 他说如果你今天那个出家人 生病的出家人 没有这样喊这一声啊 台上那个师父就危险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时事的重点 要坚醒 时事的重点要坚醒 而且呢 平常的熏悉很重要啊 所以这是以前 参云老法师 参公师父说的 说平常的时候啊 如果我们看电视啊 歌舞昌记啊 然后晚上拿个蒙山起来念啊 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所以我们看参公师父 要怎么修行 他早上起来念这种圆咒 百观世音菩萨 下午拜八十八佛 念奥弥陀基 念奥弥陀佛 研究大圣经典 晚上才施食 这样子我们内心里面 一天里面是很安定的 然后我们看来做时事 说的比较大 所以有时候呢 弘毅大师啊 那个时候就提倡说 你若是时事 你不够犯行 要怎样呢 你两个米豆腐 你两个米豆腐 你的嘴臂放 两个米豆腐 犯行两个米豆腐 念了给你拿出来 这样就施食了 那如果参公师父说 你加个变识咒也很好 但是重点是什么 我们内心里面有功课啊 有时候是这样啊 大家是无用的啊 不知道无用是什么的啊 无用无用 减一个人说 改冠了 靠外面 改冠了 所以为什么你说 众生啊像无敲动 你虑心里面就无用说了 佛法啊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我们内心的虔诚恭敬心到哪里啊 我们得到的利益就有多少 众生得到的利益就有多少 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下午要做什么 今天下午就听听课 念念佛放个蒙山 这就是最好最好的 帮助众生的方法 之前有个道场啊 他们就要办水路法会啊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就没有办法举办啊 然后之后我们就跟他建议啊 不要办水路嘛 我们就打个佛妻 放个蒙山 这样也可以超度众生啊 很可惜他没有听啊 但是大家想一想啊 你说打佛妻 念佛放蒙山 跟半一场水路法会 功德谁大 不一定嘛 看虔诚度嘛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打佛妻 我们内心很认真 恳切 都念念在念欧弥陀佛的时候啊 功德就很大啊 所以每天他做私食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大家弄得习信嘛 习信他要走 我们要提起对禁服法门的信愿啊 观想一下西方极乐世界啊 念一下欧弥陀佛啊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做出来的事情 有品质啊 那种心呢 来说吃东西啊 吃东西啊 看到极度世界 清真总严相 那就是超多 那就是万俗啊 这很重要啊 然后第二个故事呢 也是莲词大师说的 他说呢 一个诗识的法师啊 不虔诚 结果呢 半夜就被鬼拖到河边想淹死他 这是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呢 这个故事蛮常见的 有一个出家人啊 他的衣柜 他的三堵的收拾 打不去 他说呢 一天他开着他的牌 要上座 做叙子 要祝坏 他说一边 叙子一边 我会收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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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那个鬼就看到什么 哎呦 一饭是有变出来的 饭经好像是铁铁铁 都是钥匙的铁片 跟那个鬼说 没法吃 没有办法吃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什么 一个出家人 他呢 晒毛衣 他晒毛衣 结果没有收 他就被开牌 他就上去祖法施食 上去祖法施食 他就被抓到地府去了 被抓到地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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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看到一个黑房间 一个房间 黑黑暗暗 结果有旧来的出家人 很多出家人在那裡 结果呢 颜色憔悴 看起来 拍白拍白 心情不好 悠苦不堪 问之 则皆 施食施也 那是照西施的法施啊 所以 施食不是容易的事情 幸福 这是廉诚他施说的 但这不是叫我们不要施食 是叫我们平常要有功课 像我们说的一样 要有精进的定课 内心要培养我的极乐世界的信愿 用这个信愿呢 引导众生 这个时候我不施食物啊 甘露施食啊 这是助行 助道法 然后呢 这个助道法呢 配合我们的念佛 正助何修 一来是帮助众生 超度冤解 二来呢 我们自己的累积福报 增长善根 这样就很圆满啊 这样子呢 就很庄严 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呢 就很踏实 我们的修行就很有保障 所以我们正助双修 平常又有功课 然后用这个功课的力量呢 我们才去做施食 乃至我们去念佛 布施食物 这都很好 所以呢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是要向各位菩萨说 变成功是让我们在做功课 较好 如果是没有在做功课呢 所以现在开始 我们才开始自己 整天这些功课 念佛啊 乃至呢 你的相敬啊 你的拜佛啊 你要这样做事实 这样呢 对众生帮助也大 对自己的帮助也大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 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置业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 余且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惠态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3月30日星期三 时间上午9点 恭送金刚经 下午2点 余且宴口、超度法会 地点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共休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插花课程 日期4月9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6点开始 雅芳老师现场教学 联络电话06-2716-616或 06-2716-612 06-2716-616或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有些人觉得 如果我们去医院 兵疫馆 或者是去坟墓的时候 会给大家带来霉运 但是清明节 我们又必须要去扫墓 那师父有何看法 在佛教里面 佛教的精神就在于 要在痛苦的地方带来光明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 选择印度那个充满了种种的不平等 人权很低下 那个时候的印度还很脏乱的地方 他出事了 他降生在印度 就让印度充满了佛法的光明 那些不平等我们讲说 阶级种性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出事 所以消除了 至少在佛陀的身团里面不存在了 再来 我们大圣佛教都很喜欢拜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发愿说 什么地方有痛苦 他就会去什么地方救度他们 那地藏菩萨发愿说 什么地方是最痛苦的 乃至于地狱到的地方 地藏菩萨都会去那个地方救度他们 所以对佛教徒来说 我们不是害怕兵营馆 害怕坟墓 我们应该说 我们要把光明带到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害怕怎么办 我们在那个地方会害怕的时候 我们就要赶快求光明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光明的力量是谁啊 阿弥陀佛 无量光的力量 观音菩萨 大悲心的力量 地藏王菩萨 大愿的力量 所以我们如果去殡仪馆 去医院 去一些不干净的 甚至闹鬼的地方 我们会害怕怎么办 赶快念佛 我们就赶快合掌起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这个时候啊 这个痛苦的地方 不清净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 就变成佛的净土 就变成佛清净的世界 因为我们把佛的力量带给他了 所以在佛经里面讲一个故事啊 说有一个房子 一千年都没有见到阳光 一千年黑暗的地方 只要一盏灯亮起来了 整个房子都亮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痛苦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 不清净的地方 我们只要把佛的力量 带去那个地方 诶 那个地方就变成清净的 那个地方就变成光明的 所以不是害怕它 你看哦 我害怕坟墓区 我害怕去医院 但是你还要去啊 你去的时候你就很害怕 因为你害怕 你就会有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妄想 然后到最后呢 你的情绪就越来越负面 越来越糟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反而很容易被那些 负面的力量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用正面的力量 佛的力量 带给那个痛苦的地方 我们要把地域转化成极乐世界 要把这个五卓二世 转化成极乐世界 它要怎么转化 念佛 用佛的名号 威德力 佛的功德力 带给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吉祥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清净 到时候呢 大家说 我又要去扫墓了 为什么 我要去坟墓去念佛 我要去医院了 为什么 我要去医院念佛 透过这样子 我们就不会害怕 而且可以转化那个地方 成为净土 这是佛教里面所讲的重点 就是把不清净的地方 转化成清净 把痛苦的世界 转化成极乐世界 那透过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把佛的力量带去那个地方 好 我看你 是不错的 这一粉丝 就能有什么 对 很快 你 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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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